我们要请出本场晚会的一位特别来宾 催泪歌神杨宗伟 你要唱的歌曲是 孤女的愿望 在第五届名歌赛的总决赛上 作为神秘嘉宾出场的杨宗伟 引发了全场的热潮 他为观众带来了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 孤女的愿望 我自己很非常非常喜欢 这首歌是陈芬兰所演唱的 他的词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叶俊宁老师所写的 所以他是在写说 一个人离乡背井 然后到外地 然后特别是一个女生 然后她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呢 就要离开家里出外去工作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放在这样子的歌曲当中 蛮可以触动我的心 所以我也觉得 特别有意义的歌曲 所以我这次来到厦门呢 我也选唱这首歌献给大家 有什么话要对很多 这个参赛的朋友们说吗 我觉得各位参赛朋友真的辛苦了 一路走到现在 然后今天也是决赛 希望就算今天结束 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 很真诚唱歌的心情 好好迎接未来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歌唱比赛 对 然后我觉得闽南语的歌曲比赛呢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具有很代表性的一个比赛 因为其实全国的方言有很多 那我觉得闽南语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语言 然后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 喜欢的闽南语歌手 对 所以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闽歌赛 其实我觉得很兴奋 这并不是杨忠伟第一个歌唱比赛 这并不是杨忠伟第一个歌唱比赛 第一次演唱闽南语歌曲 在此之前 他曾以自己的方式 演绎过不少闽南语经典歌 其实我自己在 我自己以前的演唱会 我都有唱过闽南语歌曲 2008年 在他出道后的第一场演唱会 《星空传奇》上 他就演唱了自己 儿时记忆中的闽南语歌曲 《月夜愁》 这首歌也是他小时候 妈妈常常唱给他听的歌 因此对于闽南语歌曲 他情有多重 我认为闽南语歌曲 非常非常的难诠释 而且它的基本功 还有它表达的技巧 我觉得又 当然是我主观地认为 甚至比国语歌曲 都还要来得困难 我自己很喜欢 詹雅文 还有秀兰玛雅的声音 这两位女歌手的声音 是我觉得很 很特别 非常非常特别的声音这样子 所以比欢跳凌声比欢 对求就幸福的对求 那最近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闽南语歌曲是江慧的《红色》 对这首歌我觉得 每次听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对 江慧的歌曲是江慧的《红色》 是江慧的歌曲是江慧的《红色》 是江慧的歌曲是江慧的《红色》 对这首歌的《红色》 是江慧的《红色》 他也跟周杰伦合作 他们红氏三兄弟 也跟周杰伦合作一首歌曲 叫阿爸 我觉得这个部分 也许也是一个趋势 也许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就是觉得说 这部分我没有去特别的限制 国语 闽南语 我也很希望未来我的专辑里面 或者甚至我觉得整张专辑都做闽南语歌曲 对我来讲我都不会排斥 闽南语语嘴嘴嘴嘴 回合就饮了这天的桑桑 一对胸菜一对胸胆 住在四八八款 曼谷茶 这爱我仗 不如是爱满满的团 在朋友哪儿听说 是新的你曾回来过 2007年杨宗伟参加了台湾的选秀节目 超级星光大道 他以浑厚的嗓音深情地演唱 获得观众和名伟的一致赞赏 并最终获得人气王 作为一个选秀明星 杨宗伟对选秀节目有着很深的感情 其实现在的歌唱比赛啦 选秀节目啦 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爱唱歌的人真的很多 然后有实力 能唱歌的人一定也不少 所以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更多没有被大家所听到的好声音 不管是以前的超级星光大道 或者是到现在第五届的 这个闻南语歌唱大赛 我觉得每一次 每一届的歌唱比赛 都有它很特别 很独到的地方 那我最希望的是 这些怀抱着梦想 然后真正有声音非常好的 这些人能够被大家所知道 所听见 有一种相见不看见的伤痛 有一种爱堪埋藏在我心中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这一切相见不看见的伤痛 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 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比赛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比赛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可能在准备歌曲上面 可能自己 因为时间真的非常短暂 可能一定会有固定的时间 让你去准备 然后就马上比赛 一次两次一直走到决赛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歌曲的准备上 一定要是自己非常非常熟悉 而且很有把握的歌曲 那对于也许有些是 困难度很高的 或者是挑战性很高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可以量力而为 对 那最主要还是要保持一个 就是真正想要唱歌 给大家听的 这样子的一个真诚 在超级星光大道上 一战成名之后 杨宗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推出了叫好又叫做的春节 他的歌曲 《洋葱》 《鸽子》 《心不了情》等等 也广为传唱 可是他依然保持着 朴实的生活状态和心态 一如成名之弦 其实我觉得在比赛之前 我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我的人是还蛮无聊的 我就是吃饭睡觉上课就这样 然后我也觉得我的生活 没有太多精彩的地方 我喜欢唱歌 我去参加一些 零星的歌唱比赛 那些歌唱比赛也很特别 有些时候是在庙会啦 有些时候是在那种 夜店的歌唱比赛 然后我都会去 就是世事身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以前的生活 作息都还 还蛮规律的 还蛮正常的 其实还蛮无聊的 对 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为你引我去 永苦的相似忘不了 为何你还爱 拖动我心跳 爱你怎么能了 既然你应该拎掉 远难了 情难了 如果你愿意 一层一层一层的 拖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爱意 你是我最爱 杨宗美的歌声 充满男性的魅力 和一种天生的伤感 令听者维持动力 一层一层的 拖开我的心 她曾被著名节目主持人 陶金莹 赞誉为 吹泪歌神 这也是大家对她的观感 面对如此的赞誉 杨宗美并未飘飘然 还是很清醒和谦虚 其实我觉得 陶子姐 也谢谢她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我自己 就是包含我自己 有些时候 在听别人的歌的时候 也让我自己很感动 甚至会流下眼泪这样子 那我觉得 吹泪不敢说 歌神 那更不敢说了 那这个称号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一直有一种 很特别的情感 对于这个称号 对 那我会 比较站在 比较感谢的角度 这样子 那也是我一个目标 我希望这个东西 是很 很实至名归的 放在我身上 我希望大家未来 在听我唱歌的时候 是真的会很感动 也真的重新 由衷地认为 我是一个歌神 这样子 对 我会继续加油 这在成功来临之时 杨忠伟却被爆参赛时 改年龄 紧接着和原公司的解约事件 接踵而来 一时间让他成为舆论的焦点 经历了这些风波 杨忠伟逐渐成熟 在调整好步伐之后 他重新出发 推出了新专辑 原色 这张专辑呢 叫做原色 专辑名称叫做原色 然后 这张专辑呢 是请到这个李忠胜 李忠胜大哥呢 来帮我担任制作人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 李忠胜跟杨忠伟的一个结合 我觉得这是 很难去想象到的一个组合 当然这张专辑有包含 像编曲也是很有名的 Mac Chiu老师 他是马来西亚人 那最最重要的呢 这张专辑 曲的大部分的老师呢 就是一位广西桂林的李建青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组合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整张专辑所呈现出来的概念 其实他比较偏向是熟灵音乐 对 但是呢 我觉得说 现在也很多的年轻族群也好 或者是刚开始听歌的朋友也好 我觉得 其实这张专辑呢 也可以值得收藏 因为 像我自己本身就会觉得说 在我身上很多周围的年轻朋友 或者我自己的学弟妹 他们在听这张专辑都会有 他们那个世代 所听出来的一些想法 Hello 因为单身的缘故 日子过得比较素 刚开始有点难度 现在 比较知道怎么对付 偶尔我难受的时候 就走进那 在音乐教父李宗盛的调教下 杨宗伟的歌声中 多了一种沧桑感 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质感 这张专辑也成为 杨宗伟和李宗盛的结缘之作 我们公司的老板 我自己的老板 哥姐 他在跟我说 是不是可以找李宗盛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很兴奋 因为这是我千丝百想 万众期待 我自己了 我的内心澎湃 可以请到李宗盛 来当我的这个专辑制作人 所以我那时候也拜托我的老板 就说希望他一定要去找到李宗盛 那后来 大哥来制作我这张专辑 我们开始录音之后 其实那时候差不多才是我们真正结缘的开始 之前我们是没有什么互动 对 我录这张专辑大部分时间都很辛苦 我自己觉得 我每次看到李宗盛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好玩 对 因为那种好玩是觉得说 他身上充满了无限的创意 无限的魅力 对 即便是一个男生 对男生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说他还是有 有让我很 很喜欢他 很爱他的 一种魔力在这样子 那 只不过我觉得特别好笑 但是我讲笑话他都觉得不好笑 他的爱让人飞 他的爱让人无畏 跟冷眼对如见的罪 不肯忍睡在出轨 碰上了谁不会 不是马头来的才是宝贝 这千真万确的爱 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 却我拧头看 输了过 我爱很累 我的心在灰 因为你尘 怀出的背 在新专辑《原色》中 杨作伟依然用身形内敛的歌声 打动大家 这也是他非常中意 和珍视的一个作品 真没办法推荐 对就是因为这张专辑 十一首歌 当然包含我自己的作品 如果真的要推荐的话 我希望大家先不要听我的作品 因为我自己在这张专辑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很好 但是呢 我觉得李宗胜的东西更好 所以但是问题是这张专辑有七首歌 都是大哥的天词 所以我没有办法选出 我最喜欢最中意的一首歌 我只能跟大家讲这张专辑 我真的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喜欢 每一首歌都会有我在 北京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 很特殊的回忆 对 嗨 各位金蜂抢抢的观众朋友 这个节目呢 很近就到这里要介绍了 我庸总委呢 今天也很高兴 可以来到这里 给大家分享我的新的专辑 还有我对他们爱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希望在节目最后的尾声呢 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杨忠伟 那也别忘了 要持续关注 金蚌抢抢这个节目哦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烦恼没有大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都开放 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吵架 我们一起吵架去留下 虽然没有花香悲伤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样的地方 看一看这世界不会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样的地方 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比光亮